日式炒烏龍 在居酒屋吃一個這個日式炒烏龍 其實它的費用算是不便宜 前一天在網路上又看到有人在介紹這個東西 然後自己操作跟組合一下 那整理出這樣一個最簡單的方式 然後來跟各位分享 你只要照這個方式去做 其實是非常的好吃 然後而且又很經濟實惠 今天選擇的是這個五谷的這個雞腿排 那我們一樣我們把它切成大概一口的大小就好了 洋蔥只要把它切絲就可以了 那魚板的部分一樣 我們可以把它切一片之後再切絲 香菇我這一次選擇的是乾香菇 那因為我覺得乾香菇泡完水之後它的香氣會比較足夠 然後加上這個 香菇水是一個很好利用的一個東西 我們加一點點的油就好了 我們就把我們的肉放下去 我們先去煸炒它 那我們等一下蔥白會先下 讓它有香氣之後 最後再下蔥綠 最後再下蔥綠 金黃色之後 洋蔥放下去 那一樣 煸炒它 洋蔥已經開始變軟了 然後變色 雞肉也都變色之後呢 加入我們的香菇 魚板 再繼續炒它一下 不夠香的啦 就你在這邊會聞到那個香菇洋蔥啊 都已經均勻的吸附到這個雞肉的油脂 那這時候呢 我們再下一點豆芽菜 然後蒜白一樣我們給它放下來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要來做一個調味 我會用香菇水的部分 大概 你可能放個2-30cc 這個比例計好喔 1比1比1 醬油 然後味醂 然後 清酒 麵 直接把它放進來 那我們這時候就蓋鍋蓋 這時候我們呢 它大概 一兩分鐘對不對 我們這時候就開鍋 這個湯汁都已經吸不進去之後呢 我們把這個蔥綠 加下去 做一個配色 撒一點胡椒粉 這就是我為你做的 日式炒烏龍 一起吃飯吧 這道日式炒烏龍呢 其實一直以來都是我沒有辦法 抗拒的一個料 你看看 它這個麵條 它會吸附了那個 清酒 香菇啊什麼的 也因為經過這樣子的這個煸炒之後呢 它香氣也特別的香 我跟你保證你只要吃了一口之後 你就會一樣 一口接一口 甚至是你很飽的時候都會繼續想要吃下去 這就是我為你做的 日式炒烏龍 一起吃飯吧 我 killer是天啊 這就是我 我愛 activity 我有什麼 我愛你 ví faculty anybody